英國最近獲准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創下首個非創始成員國的首例 而這也讓外界都在猜 目前都在申請中的臺灣跟中國 誰能夠先順利加入 有學者認為臺灣具備有較多的優勢 可能先加入 不過也有學者指出 礙於國際政治仍舊有難度 從申請加入到確認加入 花了大約兩年時間 英國終於獲准加入CPTPP 現在只剩下最後的行政程序 不但創下首個非創始成員國的先例 也是英國脫歐以來 簽署的最大規模貿易協定 CPTPP現有成員國 包括日本 加拿大 澳洲等11個國家 大多都是我國主要的貿易夥伴 目前申請入會國 包括臺灣 中國 烏拉圭 厄瓜多 以及哥斯大里加 也讓外界都在猜 臺灣與中國誰會先加入 你提到臺灣申請加入CPTPP的問題 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國家 同臺灣進行官方往來 堅決反對臺灣加入任何官方性質的協議和組織 有學者認為 英國入會接受高標準檢視 對臺灣來說是正面訊息 因為國內半導體和工業產業供應鏈整合 具有一定優勢 執行層面上較為可信 反觀中國許多方面都不符合CPTPP希望避免官方過度影響自由市場的規範 但也有學者認為礙於國際政治 臺灣先加入仍有難度 國際的這些經貿組織很難避免說會有一些政治考量在裡面 完全是以經濟的考量來做決定 這個是難度是很高的 因為國際政治它就是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杜喬霞指出 在國際政治上中國相對強勢 可能遵循WTO模式 中國加入之後 臺灣才能以個別關稅領域名義加入 記者 珠峰之物提稱 綜合報導